Devil Hunter Yo 我是老衛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Devil Hunter的邪虎王 邪虎王 不是邪虎王 因為最近對岸很多 就是廠商都開始做核心模型 然後就是這一款我覺得 相對價位比較平價一點點 就是這一款大概3000以內 是可以買得到就是 類似像魔神英雄傳的邪虎王的造型 只是它是長高版的合金 那你可以看到說其實盒子還蠻大的 那不知道它裡面塞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就趕快今天來看一下說 它有沒有還原的很逼真呢 我們趕快來開箱一下吧 打開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覺得魔神英雄傳 它一直以來就是我覺得它細節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它這次做了合金以後 這個細節部分真的好很多 可以看到說它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容易斷 所以我覺得它分開放 如果它沒有裝這個頭的話 其實感覺還蠻像新安州的頭 那感覺 但是我覺得細節部分的話 是真的還蠻好的 先把它裝上去好了 好這樣的話就是邪虎王了 然後頭部分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跟鋼彈一樣轉動 我覺得都OK沒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是 手的部分 因為它這邊的這個肩甲是真的還蠻快 所以其實手的部分好像沒辦法抬得非常高 那老虎這邊嘴巴是沒有辦法開盒的 但是它有給一個替換件 就是這邊是可以再換的 就是像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的話就完完全全跟鞋骨王 就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配置的很像 我還是比較喜歡老虎的 我們就繼續用老虎吧 它本身的重量其實也是很重 就是它腿部這些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感覺起來就是它的鐵 也是都集中在它的腳部這邊 算是蠻重的 那手部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這邊都是關節金屬件 所以應該是比較不會這麼容易鬆 那把玩起來雖然沒有嗲嗲嗲的聲音 但是還算是非常的緊實 那腿部的部分的話 覺得還OK啦 就是可動性 好像比之前 因為之前那個Devil Hunter 是做鎮田青春吧 跟那個就是伊達正宗 那個腿就真的很緊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相對的柔軟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它那個緊實度 它主要給的配件啊 就是主要比較大的配件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就是後面的翅膀 跟剛才我講很漂亮的盾牌 可以看到這個盾牌 真的是比之前的好很多 就是真的畢竟是比較大 長大的版本嘛 然後這個是老虎的尾巴 這個是鍵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替換的修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替換的修 就唯獨幾個小缺點啦 就是它的替換手 你有沒有發現 我老虎從頭到尾都沒有把這個劍換上去 因為它這個替換手真的是蠻難拆的 可能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然後我又怕拆斷它對不對 好反正所以就是它替換手不太好拆 所以你在拆的時候可能要小心一點 還是我這隻比較有點小問題 我也不知道了反正 所以就變成說就是 反正它盾跟就是劍都可以裝在身上 然後盾呢 我覺得這樣還蠻帥的 就是可以插在裡面 就是跟那個原本的魔神英雄傳一樣 那很簡單就是只要把它拆開 它劍就直接架在上面 然後中間再裝一個這個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細節部分的話 其實都是真的是顏色部分 都真的是做的還蠻好看的 而且非常還原 就是連這種黃色都是很鮮豔的這種黃色 那所以變成說 就是除了就是替換手這個小缺點以外 其實我覺得整隻比起來的話 是真的沒什麼 我覺得真的非常讚 就是而且就因為CP值真的很高嘛 就是3000以內 你看現在比較原創性的大陸的模型 基本上就是合金的 可能像青龍可能要6000 對那真的是有點太貴了 對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你想要魔神英雄傳長高的話 我是覺得這一款還蠻值得入手的 那最後因為官方說 就是這一款說它沒有辦法變形 但是我們應變給它看看好了 看看它變形以後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變成老虎的形狀 首先就是魔神英雄傳我的印象當中 這個老虎頭是可以搬上來的 但是它沒辦法 所以我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把它 就是四隻都變成 對我們現在就把它四隻變成這樣 就是 大概就長這樣吧 然後老虎頭照理來講應該可以把它搬上來 其實只要再加一個就是關節 能夠讓老虎頭能夠上來 其實就差不多就長這樣 這個感覺很像在做浮地挺身 看完箱以後覺得紙的話可以趕快買一下 因為應該最近還有貨啦 對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